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维杰夫。 习近平请梅德维杰夫转达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指出,中共二十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忠心任务。 我们有充足底气、充分信心,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提供更多机遇。 打普京对习近平的友好问候和美好祝愿。 梅德维杰夫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更大发展,不仅造福。